社長的廖錦附陳碧珠 夫唱覆水 現場揮豪搭配優洋 陳月生 引領民眾欣賞揮豪人文藝術空間 首場夫妻檔的書法山水遊財展 廖護錦社長與陳碧珠老師 兩位呼呼 也是我們揮豪人藝術空間這四年來 第一個夫妻能夠共同展出 中西合併這樣的一個展覽 那我們也能夠透過這個展覽 能夠讓更多人在夫妻當中 可以培養共同的興趣 來自桃園的廖錦富陳碧珠老師 因為藝術創作而竭離 而且各自在中西方藝術有所琢磨 透過他們的分享 了解創作的由來跟理念 平常比較熟練的技巧 給他們才從中得到一些一夜的享受 這樣子 繪畫的創作應該不是創作 是一種比較是習作 是比較偏向於說看到 就是創作方式是以看得見的事物為主 然後漸漸的因為可能是一個 歲月的成長歷練吧 越來越覺得追求一種心靈 這種不是可見世界的 這樣的一個追求本質的東西 比較引起我的興趣 所以我是非常欣賞西方藝術家 那個克力 現代藝術大師 他的克力的話充滿了一個詩情畫意 還有一個流動的音樂性 這項中西藝術連展 將展到5月16號 而5月1號下午2點半 會好人文藝術空間 將舉辦圓山稻田藝術祭 來慶祝展館成立四周年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 華盛大師